好 那麼剛剛也有講到車禍 那玉峰曾經被家裡面的 土地公救過 對 我們家就是拜土地公 所以我剛才聽崇宜老師講 講那個故事 其實我很深的感觸 就是我們真的是 從小就在拜土地公 然後我覺得土地公真的是 就像我們的守護神一樣 對 我大學聯考考完 我做了馬上做了兩件事情 就是我把我的數學講義全部打包 然後載到內湖 我們就叫做內湖 這家內湖的比賽 你就把它從山上丟下去 那個都是學問啊 沒啦 考完就好了 我又不打算重考 不管考得好不好 我就決定了 就把它丟下去 恨啦 真的是恨啦 一大捆 我就把他三年丟下去 丟下去之後就騎摩托車 你知道我們教育的目的是什麼嗎 教育的目的是什麼 教育目的就是 把書捆起來丟掉 我覺得那當下真的 滿療癒的 就很開心就把它丟了 然後丟了之後 因為那時候 高三就有在騎摩托車嘛 就跟同學 那時候就很想要去夜衝 就是騎摩托車去夜遊 可是高三一整年都在考聯考 根本不可能 然後當天晚上啊 真的考完 我們就把書都丟了 然後就騎摩托車去陽明山 然後就嬉笑怒罵這樣子 玩得很開心 然後那時候就是要等日出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要去陽明山看日出 大家不是要去阿里山嗎 反正高中就無聊 就去陽明山那邊看日出 然後看完日出之後 我們就養得大到要下啦 下來的時候我就騎著摩托車 然後我還記得 應該是在國安局 那個大轉彎那個地方 我就睡著了 然後我睡著的時候 我可以感覺到 就整個摩托車就要噴出去了 可是我就是睡著了 那當下我有一個很深的感觸就是 好像有人拿棒子這樣 敲了你頭一下 然後這樣哭了 然後哭了之後我就驚醒 我就驚醒 就發現摩托車那裡啞一啞 然後要趕快要去抓的時候 我發現我們不是這個是 比如說這個是把手 我們應該是這樣子嘛對不對 這樣吹油門 可是我那時候手其實在下面 我已經失控了 我已經抓不到那個 抓不到那個把手 感覺到冥冥之中 好像有人把我手扶上來 然後其實那當下 我是有一股力量 我覺得說有人幫我 慢慢地往旁邊挺好 然後我就是當下沒有想太多 當下是覺得說 會不會是睡著了 突然驚醒 那那個時候其實國安局 那個大轉彎啊 如果我沒有醒來 我沒有被那一下打到頭 我應該就噴出去了 這裡那邊的車禍 都是很嚴重的車禍 就是下去了 一邊是3B 一邊是3O就下去了 那我出去的那邊 應該是3O 應該是下去了 那我就想說 天啊 這太可怕了吧 我苦了三年 考完了聯考 準備要去大學玩四年 結果我考完聯考 當天就走掉的話 對 然後我就趕快 就驚醒了嘛 然後現在同學還要去吃早餐 我就不要 就騎回去家裡 然後就去拜土地公 然後我爸媽知道 我這個事情之後 他就說應該是土地公救了我 為什麼 因為那時候其實我戴的是 全肇室的安全帽 那時候很流行看 日本的那個賽車嘛 我戴的是那種 很名牌的全肇室安全帽 可是你安全帽拿下來的時候啊 我額頭就真的有個 被他棒撞撞 打下去的痕跡 真的 真的 可是你想想看 我那個安全帽 你打到就算 你真的拿棒子打我安全帽 我那個非常的高級的 也不會有 那我就是一個那個 然後呢我媽媽就在看 他說你看他特地公背啊 因為我們家是騎那個神明嘛 然後土地公 然後有個令旗 有時候呢 金身比較不容易移動 有時候呢 就是令旗回去 然後你看那個令旗 它上面這個旗上面 不是有一個痕嗎 就是有一個要綁住它那個 對 他說就是那一下 那個真的是兩個禮拜都沒有退 硬痕 那個硬痕 對 就是硬痕 就是拿來抵就是那個硬痕 所以說那就是土地公 來救了我 我就覺得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準 那日後啊 不管是我要求職啊 還是要幹嘛的 我都會辦我們叫土地公 來跟他問問這個事情 會比較精準 是 是 那另外是你在雲林 有一個這個阿姨 還是姨婆 姨婆 那個這個在921的時候 那那時候其實我們家呢 在從小在雲林嘛 然後親家都在雲林 然後我們家是比較早上來台北 然後陸陸續續 因為我們家在台北發展得不錯 那我們都是親戚朋友 就上來台北 那姨婆呢 其實他跟大表哥就是 大表哥已經來台北了 可是呢 他常常大表哥就是 姨婆年紀很大 然後把他請上來 然後姨婆也說好啊 好啊 就這樣笑笑了 到門了 剛才人又不見了 就回去住了 又回去雲林住 他就覺得台北他住不習慣 然後我再猜 可能有婆媳問題啦 然後反正動不動的 就自己東西款款了 然後去打科語 然後又回去了 然後來來回回來 非常多次 我表哥也覺得說沒辦法 但是因為雲林那個地方 是我爸媽 阿嬤那時候 從小在住了三合院 其實已經非常的破舊了 那大家都認為 我們已經要來台北發展 也不會再去維修那個房子 然後那個時候呢 其實就是有一個 請一個玄天上帝的符 那個時候就是拜拜嘛 然後就貼在那個上面 那時候921的時候 921大地震 不是很多地方都垮了嗎 我姨婆說她當天晚上 真是搖到 天搖地洞耶 她真的就是爬...爬出來 然後後來她就想說 奇怪 我們房子也沒事 她就想說 哇 這麼破舊的房子也沒事 就覺得神明保佑 可能是那個玄天上帝的符這樣子 然後大表哥那時候就覺得說不對 921逃過一劫 如果後面有餘症怎麼辦 要趕快就哭啊 鬧啊什麼 就是要把這個姨婆給請上來 就是說要叫姨婆 一定要來住台北 不要再裝... 不要在那三合院 不知道什麼時候 會發生事情這樣子 那時候姨婆就說 好 那我們就拜拜 因為那個符要移動 也是要拜拜嘛 就跟神明講說 我們真的就要去住台北 然後把符給請下來 然後撕下來之後呢 大表哥就說 那不然大家出來 我們就在房子外面拍個合照 當下應該覺得說 不會再回來這個房子了 就把那個符給請下來 排好之後有沒有 那相機那時候還沒手機 那相機要拍的時候 他們說就聽到呼的聲音 一回頭 房子沒有了 倒塌了 他說那種倒塌 他跟我們想的不一樣 我們也倒塌是那種 砰砰砰砰砰 我們的印象中 倒塌好像是那種爆炸一樣 那砰砰砰 他說楚 尤其是那種舊房子 木頭搭的 那倒塌 好像呼起一樣 就是那種 就整個好像 原本是有一個柱子在停著 因為然後那倒塌是那種 整個這樣軟下來 他們就想說 應該是那個 玄天上帝的符 那個時候921謠很大 但是有符 把它震著 你把它請下來之後 那個力量沒有了 沒有了之後 那些木頭也撐不住 就整個這樣扶去 很驚險的一刻 但又沒有牽出來 合照 還給我倒塌 對啊 可是我覺得 應該就是那個符的 那個時間差 你符離開了 力量沒有辦法撐住了 就整個房子就沒了 冥冥中的力量 好 廖老師 最近也有一個故事 來跟大家分享 是 就是最近有一對夫妻 這是我爸的朋友 然後他就透過我爸就是說 來求菩薩 來求菩薩 就是說要救救他的小孩 那他這個小孩很優秀 是在竹科裡面的一個高階主管 又是工程師 那就是說 因為他來求的時候 已經是新竹的一個醫院 跟他說 在新竹沒有辦法救他 一定要找臺北的大的醫院 他們建議說 他到臺北榮總來 才可能救他的孩子 那這父母接到這個訊息 就知道說 這個孩子應該很嚴重 因為他在兩三個月來 因為他這個孩子每年 因為他是高階主管 公司每年都有 給他們那個叫做 那個身體健康檢查 那都沒有事 可是就是在 就是在去年 二零二零年的年底的時候 他就是三個月來 常常暈眩 想要嘔吐 爬不起來頭痛這樣子 他才去檢查 結果檢查 這個新竹的醫院跟他說 他腦袋裡面有東西 可能要要開刀 那爸爸媽媽來就是要求 就怕他的孩子說 怎麼在裡面生東西 要開刀 開了之後 不知道會變傻傻 還是會影響到生命 就很害怕很害怕 而且是大小孩 很優秀的 他的驚慌這樣 來就一直哭 然後就一直拜託 然後我看到他們這樣 我心都很不捨 我就陪著他們一起求菩薩 我就跟菩薩說 菩薩的心 就像天下的父母心 像王老師剛剛在講的 菩薩就是很慈悲 然後我就求菩薩的時候 我就得到一個訊息 可是我不敢講 因為我看這一對夫妻很 很傷心很害怕又很痛苦 我不敢說 因為菩薩說這個孩子有結束 然後有兩支刀 有兩支刀就是要開兩支刀 這樣就對了 但是我就求菩薩幫忙 菩薩說他會幫忙這樣子 好 我就跟父母親說 爸爸媽媽你們不要擔心 這個孩子有一個結束 那我們來給他法階 給他倒完親 然後請他這一次的 這個道官可以平安這樣 那菩薩 我說你們自己擔杯 擔三杯 菩薩給大眼 我才可以來辦這個法師 給他倒過難關 好 那就辦完了 辦完了這個法事 都擔心杯 結果就爸爸媽媽就很開心說 感謝尿老師 感謝菩薩 這個孩子在榮總開刀的時候 他們都不知道說 會遇到這樣的事 要開刀之前 榮總的醫生 要幫這個孩子開刀 還有旁邊的助手 全部的人幫他們念經 念佛經 他說想不到醫生會做這樣的事 還這麼慈悲 幫他們念佛經 還回向給孩子 才推進去開刀 好 那開刀之後 就過了兩三天 爸爸就到觀音殿來答謝菩薩說 真順利 真順利 醫生說都沒事了 因為他隔天就有醒來了 有清醒了 就說很順利 他很感恩這樣子 那我心裡就跟 剛剛王老師在問千藥 我有一個問號 因為菩薩跟我說有兩刀 那我心裡就在想說 現在真順利 醫生說真圓圓 那還有一刀是什麼刀 這樣子 我心裡 但是我不敢講 圓圓就好了 結果過了三天 電話又來了 說他的孩子都一直在睡覺 腦壓突然就增高 然後飆上來 然後下不去這樣 醫生說還要緊急再開一刀 然後我就請世菩薩說 第二刀是不是這一刀 菩薩說對 因為他沒有做引流管 菩薩就這樣跟我講 那我就問說 你幫我問醫生是不是 他沒有做引流管 所以裡面有那個 就是說他有 髒水 髒水 血水沒有出來 然後醫生說對 所以要再幫他開這一刀 結果這一刀要再開 就四個小時 後來開四小時 那因為就是有 爸爸去那邊 那他們家屬就又來求菩薩 那菩薩就是說 這一刀過 還是會讓他順利這樣子 因為他爸爸媽媽就是一個 很虔誠 然後常常在布施做善事 然後在地方雖然賣菜 他們因為我也是小時候 就看到 我現在老了 他也老了這樣 然後就是我爸的朋友 他們經常開車 就是我知道車去買菜 可是他看人家痛苦 他們會保持 讓人家吃菜不用錢這樣 所以菩薩都會幫助 這一些善良的人 所以這一刀又開了四個小時 爸爸媽媽又很擔心 會不會又有什麼危險 那我就說可以你拔杯 因為我說他們會半信半疑 我說你給菩薩拔杯 拔三杯就要平安度過 所以現在呢 現在就是他們月底 就要出院了 就過幾天就出院了 已經都順利了這樣 不過那時候我覺得 你也應該要做善事 你就說你老了我們要怎麼樣 就是很多 你講的話就這樣傷到我們 不要這樣 我的意思就是我小時候就看他們 到我長大現在 我也真的 好 李全兄這邊有遇到兩位 紅斑姓郎昌的信徒 是啊 我這裡住在那幾年的時候 剛才住在兩位 一位是媽媽 我都叫阿姨 大概在五十幾歲 來的時候 兩隻腳都黑了 因為血管炎 所以我們說腿都黑了 膝蓋以下都是黑的 也不知道說穿蝉了 所以這也是影響到一個人的 工作家庭 當然還有他的婚姻 還有最重要是我們流行 都是愛水的本質之下 他這樣讓他產生一種 很自卑感 最重要的嚴重 來到我們家的時候 一定發病兩年多了 外出來到我們家的時候 那上帝公子就說 不然 把他做的走 外出就說這樣 當然你去看醫生的過程中 你去看醫生的過程中 你帶你看的藥包拿來 他每一次 我們公司團 他就把藥包拿來 藥包拿來的時候 神明就會說 你這個藥包呢 是不是又請醫生的 還要你調整一下 你對一部分 還要你加強一下 還是對一個器官 譬如說蝦還是腎臟 還要加強一下 他就這樣去跟醫生溝通 經過這樣才有前前後後 這樣才有半年之後 真的人家的腳好去了 紅斑新囊長這樣就好去了 紅斑新囊長應該是屬於免疫問題 對啊 這個是不容易處理 是啊 不然我裡面人看過說 其實在我們服飾的過程中 我們也覺得說 那是剛好 這樣餘好去了 湊巧了對不對 我們都會一直用這樣 我們在外面去 你還怪你亂生 那時候我們裡面 一個師兄 還介紹他們一個董事來 那個是一個二十幾歲的小妹妹 是一個單親 他剛來到這裡的時候就說 因為他要上班 然後這個妹妹 他都要去跟台中去註冊 如果在發作的時候 都要去跟台中 所以一個月 有時候要去兩三次 一次大都要整個禮拜 要這樣 所以他也是紅斑新囊長 對 他也是紅斑 但是那個妹妹是在手 所以他的手 你看看 那枕頭都變形了 都一層一層 所以我們覺得很不甘 覺得說一個女孩子 不會嫁人 不會怎麼 要去哪裡這樣走 其實這樣現在也好好了 好起來嗎 好起來 也在上班了 所以你意思是說 現在不用免疫風飾科了嗎 我聽說 其實是 這個過程中我覺得說 心靈給人的是一個 心靈的安定 讓他產生的力量 去對抗一些身體 這一些不好的一些細胞 然後我覺得說 還有 跟我們周書說的 他都是層次天因 先進去感動的天 了解 對 是 所以可以專本 對 我媽媽都說 阿杜人 阿杜人 對 就是科學也很重要 你沒有 你自己不努力 不自助 光要靠別人幫助也不可能 不可能 這樣 那 因為我太太的關係 所以我覺得 很多免疫的醫師 一定很厲害 那我認識的這個 大臨磁劑的院長賴明生 在這個部分 真的是有一套 他幫了很多人 嘉義的大臨磁劑 嘉義大臨磁劑 他 對 他也是免疫蜂磁劑 然後我覺得做了 他病人現在也很多 這樣 不是說要吹捧他 而是說很多人 可能找不到醫生 如果你找不到 我覺得可以去找 大臨磁劑的這個賴院長 他應該可以幫很多人 對 就是也要醫學 也要神學 對 好 OK 好 好 好 可以